你政黨不再只限 政治團體你也是要排除 政治團體排除職業團體跟一般的社會團體 所以我就不要說依人團法設立的這個排除 可不可以 各位委員同仁 李軍委員 人 蛤 沒意見 跟各位委員報告 我們的時間也悠閒 這個問題不大 我們就把人團法規定的排除 放寬說可以使用他們的辦公處所同一個地址 那預算使用這個 我們在附帶的說明裡面 這個部分還是把它做一個區分 在我們的這個 好不好 大概一四年去準備 稍微下一個 簡單說就是可以借用人團法的辦公室 可以啦 統一地址啦 放寬啦 所以我不可以說 要這樣處理整個區 人團法整個都可以 處理都不行 這樣啦 這個法是人團法啦 依法成立什麼什麼 這個現在我們這個把它排除啦 依人團法設立至人民團體啦 這個部分我們排除 這個可以做為 對 不再直線 這樣大家 意見都 差不多了嘛 你是要用 工會可以啦 可以啦 人團那個是要把它排除掉嘛 對不對 對對對 是要放在蛋書裡面還是要整個 蛋書啦 蛋書啦 那你下面就已經依法設立至人民團體了 那你下面又在蛋書 但是依人團法設立的不在直線 上面的要化掉 裡面是不得色的 你上面卸了後面又把它排除掉 你就把上面刪掉 上面刪掉就不是在蛋書裡面啊 好啦 這個這個問題不大 我們讓醫生人去整理文字好不好 這個這個我們趕快把下面的條文 這個等一下再唸好不好 李居宜版本裡面他講說那個被罷免人 要設立那個罷免處所 這個要不要 就他的他的版本 第幾個 第幾個 就80 他的 你怎麼拿出來 三十六個最多 那這個照顧怎樣 我這個放在裡面 八百年也要先進辦公室 這個啊 我剛才有老這老這 對啦 這個可以啦 李俊逸 那個宣傳廣告那個部分呢 沒有在這裡 有有有 這個讓其他讓中選會去訂好不好 罷免說明會86條時代力量的 這個部分我們是不是請大家再考慮一下 就是說辦理這個說明會 我們比較保留是因為 罷免跟選舉到底是不太一樣 那個罷免的那個負面選舉的性質非常強 那你由這個政府機關來搭建這個平台 我把我們現在這個實際上的那個 裡面有一個數字就是說 我們辦那個選舉的時候的那個 證件發表會 其實是電視錄影播出的比較為主 真的去辦那個現場的那種 發表會的真的是比較有限 我們可不可以在那個實行的方式上 就是稍微限縮一下 錄影那個播的是不是 你自己去訂啊 場數 時間 程序 你真的說的都是錄影還是當時報 這給你們訂啊 不是啊 我寫在條文裡面的最後一項 也通通都給你們訂了啊 那大眾媒體的部分也是得啊 也不管連一場說明會都不願意辦 有這麼嚴重嗎 沒有啦 阿伯你也可以不去嘛 對啊 沒有啦 陰齁這個陰同規定說陰齁 沒有啦 他的意思是說不能叫人代替啦 我們15上是這樣啦 公辦證據也沒人 不好意思 沒人聽啦 我很認真去 對啦 你 後天去選幾次你就知道 去那麼浪費時間 沒有人看那時段都不好啦 阿現在核酸人齁 要去不去是核酸人自己決定嘛 有的人就不去嘛 公辦證據也不一定會去 阿所以 主席 我是覺得齁 精神上就是把不得宣傳拿掉了啦 阿也不要逼中選會 他們還要再去辦罷免說明會了啦 那辦事真的很奇怪 真的耶 真的 真的假的 因為不同原因來辦罷免 中選會還要配合你去辦一個電視說明會 那時候辦起來你會覺得很好笑 我沒有片 來 李俊逸委員 來 快點 親民黨官 來 來 來 其實罷免說明會感覺其實是比較負面的東西啦 跟氛圍 然後我覺得也不要浪費所謂的社會資源啦 所以這個部分我還是覺得是不是 就是把這個部分拿掉啦 不要去辦什麼罷免說明會 然後還要再透過電視或其他大眾傳播媒體去辦你 我覺得這個 有點 浪費公共的資源啦 這樣方議員沒去啦 這樣應該是對啦 這樣囉 齁 組織決定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想說光頂親人了 我沒聽 好看你補免說的 不然你就第一位 我跟你說 那個佑美女會 來喔 大家標示一下那一件 大家都標示一下 呃 這部分我沒意見啦 但是倒是那個什麼 就是說現在那個罷免案不得宣傳 好啦 那刪掉了啦 那個才是重點 那個刪掉了 那個刪掉了 那個沒問題 主席 我來標示的意見齁 啊 總理說喔 那裡 負面的喔 公辦證件齁 我認為說喔 紀念還要罷免齁 就不用再設立的公辦證件啦 這是本社的官方啦 這一事件都 可能只有一個區而已啦 講說我們全國現在七十幾區 可能某某一區才在罷免 那你就要辦 辦一個說明會 這樣子是不是很浪費資源 講一個實際上會出現的狀況齁 你今天誰來罷免我 然後中選會配合你弄一個電視 罷免證件發表會 我去不去 我去的話 對號陸座在面上一直用爬 我不去的話 多時候是 那個場景是很詭異的啦 所以我覺得那個東西 實務上一定會變得很怪 好啦 這樣的話大家休息十分鐘好不好 來囉 等一下等一下 我想大家可能還在考慮一下就是說 因為我們在上一次的地方選舉裡面 其實真正比較辦證件發表會真的很少 非常的少 我舉個例子 你知道嗎 鄉鎮市民代表 總共那個 證監會才辦二十九場 你想想全台灣多少鄉鎮民代表 辦一十九場 那如果說這個罷免當然 罷免的案子應該是很少啦 但是如果太簡單的話就會很多啦 那如果很多的話這個 這個地方公司人員的選舉其實是 地方要編列預算啦 我們認為地方政府可能對 這一方面的開銷是沒有預期 這個可不可以再考慮一下這個 辦那個正天外貿會是 他地方政府要付錢啦 把那個不得宣傳的東西拿掉啦 重點是這個啦 其他的我覺得主席就維持原本的啦 不得宣傳這個重點拿掉就好了啦 沒有啦 我同意啦 但是我們這個要說一個得利啦 就是說 選舉辦 選舉辦 選舉說明會 啊 罷免要辦說明會 這個雙方各兩兆都要有 都要有一個理由嘛 對不對 時代力量的版本跟大家的意見 還有李昆哲委員 他們全部都說到要辦啦 李俊毅 徐國雄沒說到 李俊毅沒有 這有 主席喔 那個我想這個公辦齁 他們公辦他們主管機關也不能表示 要罷免或不要罷免嘛 所以應該是傾向就是不用辦就好了啦 對啊 對啊他們也不能表示要罷免或是不要罷免嘛 那並就用這個公辦說明會 名稱怪怪的 是不是逼他們 表示說 你們 愛支持這樣子 我覺得 是不是可以用這個理由 因為我們還是有公報 公報還是有啦 那公報也是一種 就是 就是我們前面通過的那個修正的辦法來處理 這也該說的 你可能是被罷免的人 這個自社會支持 這個也是他的機會啊 對不對 你剝奪被罷免的人說 他不得說明 這只是一般如果是你講的這個狀況 他會選那種不罷免 對啦 這有這要 這 還去那邊陪你眼鏡擺 也該說 有時候是要把你引頭痛擊啊 對不對 譬如說你要罷免黃國昌 黃國昌就出來給你頂了 這說明會要罷免 對被罷免的人有利啊 這也該說 你總是要出來面對啊 對不對 被罷免的人也是要出來面對啊 所以這個 這是有一點不好去 權衡啦 這個對雙方其實是武器是對等的 說明會 現在說明會不是所有的選舉都有弄吧 沒有 所以看選舉的那天怎麼弄 我們罷免的就怎麼弄嗎 結果你如果是雙方當事 上次多有 但是呢 就是經過候選人同意的話就不辦 你現在是這樣啦 我們事務上在參加選舉說明會 有人去有人不去嘛 那你自己的決定嘛 對不對 像有委員講的反過來嘛 你要辦前面那個選舉的事 大家合一要辦才辦嗎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有的人 是 大家人都說沒辦法辦 欸 他當時不是有幾個選項給我們勾選嗎 沒有啦 很難堪的話 就被罷免人不要去嘛 對不對 這個 罷免的人 就要發動罷免人 就去嘛 阿會贏耶 他要去那邊選 你幫他剝奪嘛 主席 不然就是說 如果真的要辦就是 被罷免人 跟罷免人 雙方都同意要辦 再來辦啦 不然等於是好像中選會 就給一個舞台給那個 被罷免 頂要辦那位啦 對不對 這也符合主席剛才講的 他想去反駁他當然就同意了 我剛剛舉例啦 譬如說 這個 李慶華現在要幫你罷免 你當然你下去了 有說明會你下去嘛 阿所以假如你同意的話 那你就去嘛 那 假如你不同意 你覺得這個 這件事情出來在那邊講 這個 對你不利 那你選擇不去嘛 阿剛剛 國民黨的意見是認為說 那要雙方同意才能辦 那要雙方同意才能辦 沒有啦 真的啦 把那個不得宣傳這個重點拿掉了啦 阿既然大家都覺得說 這個東西做起來真的很怪 就不要硬要說 一定要逼中選會 因為罷免的種類樣態 規模 會到時候會產生很多種不同的方式 還有不同的原因 你每一個 不同樣態 你都要叫中選會 配合你來一個 來一個公辦的 因為這個法律條文 一下去是 他就一定得 他剛才問他 嚴格講就是 就算你講的理由 怪怪的 他也得配合你演出啊 我們必須承認 不是每一場罷免 都一定有他的正當性啊 你的都有 別人的不一定有 對不對 那不管你提的有沒有正當性 我們在選舉 他的選舉理由 是有正當性的 可是罷免未必 我剛才問一下 問一下 說今天就是這個原因 好 這個 來 兩個部分喔 剛剛說明過 我再說明一次 第一個是 鄉政市跟村里長的 我們事實上 已經給中選會談信了 這種小的 可以不要辦 會 去訂了 那事實上 只有一個要求 那個要求就是說 就罷免的這件事情 你如果選舉有辦 這樣的說明會 那你在罷免的時候 你應該讓雙方有機會 也透過這樣子一個說明會 這樣選民最後投票的時候 才有一個指引 那如果說 大家會覺得說 這個說明會這樣子辦 擔心會太腐爛 那我們是最起碼 可以要求說 在第二個階段 在第二個階段 過了以後 在投票以前 去辦這樣的說明會 就是你的那個責任 不會太早開始啦 你沒有達到第二個階段的連署 這個責任也不會開始 我再表達一下 我覺得啦 這個東西是這樣 今天我們一直在討論 在精神上 大家都支持放寬這個門檻 但是你不能在放寬門檻的時候 你又要求在你放寬門檻的情況下 衍生出的各種樣態 都要強制去辦一個這個說明會 這會衍生出相關的問題 這兩個坦白講 你不管是第一階段第二階段 整個精神就是盡量讓他放寬嘛 那我覺得黃委員你要思考一下啦 放寬了之後 他的樣態會跟之前不一樣 是你現在還沒碰到 不是大家想你這麼吃牌啦 你是把什麼樣態出來 他都要配合 那真的有問題啦 那他的時代力量為什麼 鄉市民代表村里長罷免案 可以免辦 理由是什麼 沒有 因為當初在提的時候 的確是有考慮到 就主管機關啦 他們可能實際上面承受的行政負擔 所以在比較小規模的地方 可以授予他 可以不要辦這樣子的一個 材料的空間跟權限 事實上也是 在呼應剛剛其他委員 所曾經提出來說 你是不是不管什麼層級的 都一律強制要辦 抱歉 就是因為那個罷免 他有提案嘛 有連署嘛 還有這個整個罷免的活動 這個最後的 連署成立之後的這個罷免活動 相對於競選活動的規定 實在力量的意思就是說 就是連署之後 已經開始 贊成反對票都贏了 公報都崩了 是不是要辦一個說明會 雙方兩兆能夠有機會來做辦 對不對 我沒有告訴你 有 你這樣一直看著我 我會放典禮 看大家的意見 黃委員自己剛剛都有講說 被罷免的人其實一定不會到 所以我覺得這樣變成 就是變成中選會這邊 等於就是給一個舞台讓 對啊 就是他也失去了他行政中立的角色 所以 對啊 而且我覺得如果要公正 那我不懂 就是像剛剛 為什麼 村里長 你就 得是實際情形辦理後面辦 那你這樣子好像 實質針對的應該是 不是這麼樣的公平性吧 沒有啊 我覺得這問題要分幾個層次來談 第一個事情是 我剛剛反對的是 你如果以被罷免人同意當作前提要件 才要辦的話 那我說他一定不會同意 指的是他一定不會同意辦這個東西 並不代表說辦了 每個人他會不會選擇要去 那第二個部分是 選務器官他在辦罷免的時候 他沒有採取任何一個特定的立場 說贊成罷免還是反對罷免 你如果說要讓整個罷免案的進行去聚焦在公共政策討論上面 去辦這樣子的一個公開的罷免說明會 讓雙方都有機會去講 那你如果真的被罷免人選擇不要去 那也是表示了你自己對這件事情展現出來的一個態度 那我剛剛說的最後一個就是小的部分 就是去顧慮到行政機關給他們過重的壓力跟責任 那如果這樣子的體諒會讓行政機關這邊會擔心 遭到好像不公平的質疑的話 那要把那個彈數刪掉也可以啊 好 那個來 李俊宜委員 好 我補過一個啦 我的看法是這樣啦 我剛剛一直沒有發言我是覺得這樣 這個罷免跟選舉一樣啊 如果要辦就一定要都辦啊 為什麼小的選舉就不辦 因為他概念是一樣的嘛 那問題是說 如果我們這個定在法條裡面 等於苛責我們的中間選委會跟地方選委會 他其實就一定要去辦 那這樣他的效益上到底有沒有這麼高啊 那罷免的理由 他確實跟選舉的理由不一樣 選舉是我為了我的政見 我爭取大家的支持 那罷免的理由其實平常的宣傳就已經足夠 所以你只要不要限制他的宣傳 其實目的已經達到了 那所以這裡部分其實就要討論一個 如果是這樣的話 要比較限縮他的範圍 我倒是反而贊成李昆哲委員所講的 在罷免案成立以後 選舉委員會才要辦 那如果不要的話就是說 這個事實上 因為他就是不要嘛 因為我們過去一直對這個有意見的原因是 因為當初是罷免都不能宣傳啊 那現在罷免本來就可以宣傳啊 已經達到他的目的 我要說明為什麼我要罷免這個人 我已經說明得非常清楚啦 那你但是這個效率上你又去 用立法的方式來苛責這個選務單位 我就不參加啊 我就不去啊 不然你要怎麼辦 所以這個其實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主席各位 我想我在另外加一項就是說 其實我該重複一下啦 剛剛講過了 其實辦這個東西如果都應該辦的話 我想現在也會看到現在看到的情形 整場大概只有一邊的人參加啦 或者是不太有人出席去聽啦 那我看到那個很多媒體報導 那個看到就說 我們選務單位比那個來聽的人還要多喔 那這個真的是社會資源 那一點觀點我是非常支持的 就是說我們現在已經可以自由活動了 那其實在我們的社會裡面 現在各式各樣的政治活動都是被容許的 所以提議罷免的人 到底要用哪一種方式去處理 我想已經有足夠的自由度來處理 不需要用公費來處理這個事情 這樣子 謝謝 我的建議是這樣 大概我現在整理大家的 有反對啦 我要問一下啦 主席不好意思 主委你說 因為他們說 剛剛史大利昂是說 他那個 什麼 村里長罷免案 是 從頭到尾都不知道怎麼辦一張多多啊 那個選舉的那個 你剛剛講那個 鄉村里那個部分 本來就是這樣規定 我們本來就是可以爭奪 辦一場就是所謂的 譬如說罷免的說明會也好 選舉的證件的說明會也好 到底辦一場的 耗費是到底要多少啊 要說給時代你怎麼知道啊 每一個地方不太一樣 真的 你要講那個絕對值真的不多啦 沒有絕對值 你一定有個 委員知道啊 對啊 如果我們知道你中也沒多 你中也沒人去參加 多啦 宜蘭縣跟苗栗縣 有辦傳統的啦 但是廠次也不多 廠次那個 只有他們兩個還保留 其他都是用電視啦 要用電視的話 是看你這個地區的有線電視 費率不一樣 如果你自己 台北市他有自己的channel的話 那大概錢就比較省 如果朋友要去買 我做總製給大家聽說 就是說 你如果 你長 鄉長 這個地方一定都漏人去的 你辦說明會 如果 那種 那種 那種情緒很大的 所以 這個 鄉鎮市民代表 村里長 罷免案 這個 這個 可以試情況免辦 這個 這個 去除這個 說明會 大家煩惱說 去那裡 到底是要怎樣 你也可以賣去 第二 當然 電視說明會 你要去不去 也屬於那裡 也比較單純 說去那裡 就是 要跟保安的人說什麼 要辯護的人 他有機會去說 兩趟 你 罷免案成立之後 中選會來辦 你不去 你就不要去 這樣就 比較不會有那種群眾 大型的群眾聚會 衍生有一些衝突 但主席我 跟主席報告 我還是覺得 選舉罷免理論上雖然一樣 實際上還是不一樣 選舉真的 就像剛剛李委員講 我是在告訴大家 我的理念 我要做什麼 我要幹嘛幹嘛 我怎麼樣為民服務 怎麼樣 但是 真的在罷免的實務上 未必 將來未必會全部都是政治性議題的罷免 因為你一旦 這些門檻都調低了之後 他未必會都是政治性議題的罷免 會有很多種樣態 那場公辦的證件發表會的性質 會跟現在 很多狀況會不太一樣 這個真的會有風險 說明要來開車電視 其實這個 他譬如說剛剛 委員的意思應該是說 以後如果 你就很容易不爽 對方或任何一個委員 你就要去罷免了嘛 那罷免案一成立之後 你等於就不斷的 就要辦罷免的說明會了 那個樣態已經跟你 所謂舉辦選舉的 已經不一樣了 那個樣態已經不同了 所以到底有沒有需要去做這樣子的一個 不論他是花多少 而且這到最後選舉 一定會有參雜選舉恩怨在裡面 這到底對大環境是好跟不好 我覺得這個要去考量的啦 我補充一句齁 其實本來啦 在放寬的這件事情上 我們自己也在思考說 當我放寬了之後 他本身就會有不同樣態的出現 甚至變成圍毆 甚至變成聯合圍毆 三個人打一個人啦 打群架 這種都會有 這就是提案 那兩個人 甚至罷免的理由 他有些時候 你只要有一定的 對 那 到時候你變成是 這種東西也一定要辦一個公辦證件會 因為他 不會都是政治性議題的罷免 他會涉及到很多地方 甚至是 角力上的一種罷免 對啊 所以我的建議是說 阿不就把那個 像我鄉長長的地方 大家在煩惱的那裡都去除嘛 阿你就立委跟直轄市長 跟總統沒有在這裡 就立委啊 跟直轄市市長 要辦說明會啊 阿立委都口財很好啊 阿 這樣好嗎 這樣已經環圍縮縮了 說明會已經縮得 直轄市長 立委 對啦 剛剛那個 主席講這個東西 如果是現在 就是說有那個 這類的需求的時候 其實都是 大部分啦 就候選人之間 彼此去協商 然後有一個 辯論這樣子 一起辯論啦 對啊 辯論跟說明會 大家實際上有些相近啦 但是我想 考慮回來就是說 選舉跟 罷免 性質上還是不太一樣啦 讓所有的人 得到那個 比較足夠的資訊啦 那因為罷免是 有一方 主動發起的 那個 積極性是在那個 提議罷免的人嘛 那因為我們現在的 制度的規劃上 已經把它改成 就是說它可以用 各種不同的 途徑去做宣傳啦 所以 我覺得 再加上一個 公費的部分 來處理這個事情 我覺得是沒有必要啦 性質上還是有些差異 好 阿拉 有共識嗎 來 欸 主持齁 我想剛剛那個 欸 之後才知道說 多數的意見是怎麼樣 一開始並不是 那是單方面來發動 那 我想齁 這個時代力量 他們在這個裡面 有一個部分 我覺得是可以這樣子 來做修正 就是 旦經提議人 知領賢人 及被罷免 被罷免人 一方 同意不辦理責 應於免辦 那後面那個鄉鎮什麼 那個都不要了啦 我覺得是可以 規定 就是把它改成一方就好 那 一方的話 並不是表示說不會 不會 因為有可能 像主席一開始你講的嘛 有可能那個被罷免人 他覺得說他自己 很有道理他也堅持要辦 就是 兩個都同意啊 是不是這樣 還有四分之一的機會可以辦 並不是說我們不辦 委員你現在的意思就是 就是雙方同意 要辦理才辦理這樣 就是 那個時代力量是寫這樣嘛 他是全體同意不辦 應於免辦 這樣子還有四分之一會辦到 那並不是說不辦 真的咧 你現在要問我 委員 委員 我只是來說明我們提案的指趣啊 那剛剛 有委員指教說 把它限縮在罷免案宣告成立以後 就是像李昆哲委員提案那個樣子 我基本上是贊成 那但是我必須要跟所有的委員報告一件事情是 過去在經驗上面 這些NGO團體啊 他們是相對 是根本沒有一個可以正式說明的場合 大家好像在打野戰一樣 從路邊 到公園 到車站 到各式各樣的地方 你如果真的有跟大家做過一次這件事情 你會發現這件事情沒有想像當中的容易 輕鬆 那這也是為什麼 我們當初提這個條文 這個絕對不是時代力量 好像半夜想到這個條文出來 這個背後有公民團體的要求跟支持 所以我只能夠說 我來這邊說明這個提案的指趣 那就內容部分的調整 我尊重內政委員會 我會建議用李昆澤的版本 看起來好像比較 這個 我們休息一下 那這個我提醒大家注意 這個 我們 大家都同意說 罷免的門檻以後會降低 所以大家必須考慮到說 假如罷免門檻降低 那這個發動的團體 他要成立的難度都會降低 我剛才最近提起報告的就是這一點 央太一定會注意 這個所以 我是不是提 我們是不是先休息一下 大家 先 考慮一下 等一下回來再繼續討論 這個姿勢體大 這個真的 對對 因為等一下會有一些門檻降低 譬如說相對多數 假如列入的話 這個 等一下 我們休息15分鐘以後再回來 好不好 另外 這個等一下 另外那個 因為我本來有講到說 禮拜三我們要排專案報告嘛 對不對 假如順利的話 那因為外交國防委員會已經有排專案報告 陸委會的人都被請去那邊了 對 所以我想 就外交他們去排 我們就去審 就是禮拜三去審 對 就是大家 看大家的意見怎麼樣 怎麼樣 現在就可以 怎麼樣 我都有審 我是來 插回案 插回案 我說真的 我剛才提醒主席的就是 如果大家 沒有沒有我還是要繼續審 沒有說 政委會 假如沒有審完 我們禮拜三繼續審 這個 選爸爸 好 我們現在休息15分鐘 休息15分鐘 不要跑掉 等一下 今天我們就到5點半 今天我們就到5點半 好 你休息15分鐘回來 10分鐘 10分鐘啦 沒有啦 沒有啦 不要跑掉 其他人要判 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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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政黨 政黨裡面的團體 所以如果說裡面的團體 那是市長會不會請 對啊 市長會通過之後又要加入 政黨好像可以 啊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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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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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